在俄罗冲突持续的背景下 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频繁增加 尤其是针对俄罗斯西部的库尔斯克州 这让很多人感到疑惑 乌克兰为何要对俄罗斯本土发动进攻 首先我们来看看库尔斯克州有多重要 它地处俄罗斯西南部与乌克兰相邻 距离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约120公里 该州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更是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行动的重要后勤 支持区域 库尔斯克州的总面基约为3万平方公里 在俄罗斯的85个联邦主体中 属于中等大小的区域 人口大约为110万人 该州的地形多为平原 拥有肥沃的黑土地 非常适合种植古物和甜菜等农作物 自然资源丰富 特别是铁矿资源 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矿区之一 工业方面 矿业 冶金和机械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 交通网络较为发达 铁路和公路交通便利 库尔斯克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连接了该地区与俄罗斯其他主要城市 以及乌克兰的交通通道 库尔斯克国际机场 提供国内和部分国际航班 库尔斯克州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 库尔斯克地区是俄罗斯的重要防御区域 库尔斯克会站是二战中规模最大 最著名的坦克站之一 此外 该州还有许多博物馆 教堂和历史遗址 展示了俄罗斯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库尔斯克州的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理想目标 乌军偷袭库尔斯克州 可以软乱俄军的后勤补给线 还能打乱其防御部署 迫使俄军分散兵力 减少对乌克兰前线的压力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 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声东击西战术 通过攻击俄本土 乌克兰试图让俄罗斯军队 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从而不得不分出更多兵力防守国内 这样一来 乌克兰前线的俄军兵力就会被削弱 为乌军在关键战场上取得突破 创造了条件 乌克兰通过定点打击 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迫使俄军在此地加强防御 从而削弱 其在乌克兰东部的作战能力 更关键的是 这种策略还可以通过心理战的方式 削弱俄军时期 毕竟 当俄罗斯本土遭到攻击时 俄军内部士兵的心理压力会大大增加 从而影响其在前线的作战表现 更进一步分析 乌克兰的这种策略 也可能是为了向俄罗斯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俄军继续占领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 即便是将战火燃烧到俄罗斯本土 通过这种方式 乌克兰试图加大对俄方的压力 迫使其重新考虑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 并最终撤军